妹子 翅膀子呗 你干嘛呀 我干嘛 你知道呀 我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我知道 被女人的丈夫教训一顿之后 男人这才明白自己认错了人 而他真正的相亲对象 正一脸嫌弃站在身后 数不清是第一次相亲失败了 刘豪年轻四十 是个三轮车司机 也是人们俗称的老好人 刘豪也曾有过一段婚姻 然而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那时刘豪在工厂里上班 工厂里的厂话名叫文兰 是所有男人们暗恋的对象 由于刘豪是出了名的老实人 文兰便时常找刘豪帮忙 这让工友们分外眼后 一天下班之后 文兰被工厂外的小混混骚扰 虽然爱慕者众多 然而真的遇到事情 却没人敢上前帮忙 最后关头 刘豪被工友们推扫出来 结果被混混接接事实打了一顿 后来 刘豪莫名其妙接下了 护送文兰回家的任务 一来二去 文兰竟突然提出想要嫁给刘豪 对于这样天上道献品的好事 刘豪已时间不知做何反应 然而一直到新婚之夜 刘豪才知道自己是做了接盘侠 原来文兰不久前被人玷污怀上了孩子 还哭着告诉刘豪 如果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眼见喜酒也喝了喜糖也发了 刘豪还是接受了眼前的一大一小 婚后不久 文兰生下了一个儿子 刘豪给他取名小好 不久之后工厂才人 作为双职工家庭 必须走一个留一个 刘豪把机会留给了文兰 自己则登起了三轮车 又过了一段日子 当初纠缠文兰的小婚婚突然发迹 当他开着豪车来到文兰面前 文兰犹豫了一下 随后便坐了进去 在赤裸裸的物质和诱惑面前 刘豪的善良和老实都变成了缺点 等刘豪回到家 却看到婚婚从自己家走出来 他当即明白发生了什么 不出所料 文兰很快就跟婚婚跑了 还把孩子丢给了刘豪 文兰有憋屈的刘豪 就这样带着前妻和别人的孩子 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 然而叛逆的小豪却从来不叫他爸爸 哎 老卓啊 看着别的同学坐着四个轮子的汽车 小豪总是忍不住一阵羡慕 对于贫困的家境 刘豪的心态却很平和 他认为三轮车 不过是比小汽车少了个轮子而已 在朋友介绍下 刘豪也开始往婚姻介绍缩跑 可是前前后后总是搞砸 为了防止再次认错相亲对象 刘豪发明了几个暗号 早餐的营养要加巧 驴肉火烧加板厂 这天的相亲对象名叫杨倩 是个性格直爽大大咧咧的裁缝 结过婚 有个儿子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两人都是二茶字装甲和二手车 有什么话没必要弯来绕去 一番交谈下来 两人聊得很是投机 当问到刘豪的家庭情况时 刘豪却有些迟疑了 我 我没孩子 杨倩立马表示 以后可以给他生一个 看得出来 长得多立体啊 正在这时 一个面容娇好身材累弱的女人走了过来 刘豪的眼光不由自主被吸引了过去 杨倩当即表明 这样的女人好看不中用 吹口气就倒了 刘豪索性开玩笑地吵女人吹了口气 谁知女人竟真的倒了下去 刘豪被吓得目瞪口呆 看着相亲对象满意的样子 男人欲言又止 这是我们家的特性 公园里遇见的女人突然倒地不起 杨倩以为遇到了碰瓷的 拉起相亲对象准备离开 然而心地善良的刘豪于心不忍 转身抱起女人赶去医院 女人名叫陈红 由于公外孕急需做手术 还要缴纳五千元的手术费 刘豪心急如粉 却联系不到女人的家人 俗话说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 不忍心见死不救的刘豪 只好忍同去银行 取出了自己压箱地的钱 替陈红垫付了手术费 心下不安的刘豪 一直守在医院存步不离 直到晚上 陈红的一个表姐才姗姗来迟 表姐只是一个卖菜的 根本没有那么多钱还给刘豪 刘豪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毕竟那些钱是自己 一分一分攒下的血汗钱 要是遇到骗子就打了水漂了 等陈红醒后 刘豪忙不迭走进去 正准备开口说钱的事 然而还没等刘豪说话 陈红就虚弱地说 自己的表姐已经去筹钱了 到时候一定一分不少还给她 听到这里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刘豪 连忙谎称自己不是来要钱的 等她走出病房 又忍不住懊恼地扇了自己一巴掌 此后的日子 放心不下的刘豪 每天都会跑一趟医院 从表姐口中 刘豪得知了陈红的悲惨遭遇 她从小成事来到这里打工 后来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她怀孕后不久 男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听到这些 刘豪也不好意思再提前的事了 然而她的心里 始终悬着一块大石头 另一边 刘豪也不忘和相亲对象 杨倩继续培养感情 两人还一起去看了电影 看见身后小年轻大胆的剧动 刘豪照望画虎般 扭腻地伸出手揽住杨倩 正准备进行下一步行动 灯光却突然亮起 刘豪一阵尴尬 电影结束后 杨倩提出想要到刘豪家里看看 正当两人聊得起劲时 小豪刚好放学回家了 面对突然冒出来的孩子 刘豪赶忙解释是妹妹家的孩子 小豪对于刘豪平凡的相亲 早就习以为常了 于是便听话地去了同学家 次日 刘豪请杨倩在家中吃饭 想要好好表现一番 谁知鸡蛋竟想长了腿一般 不小心掉进了洗菜的脏水里 趁杨倩不注意 刘豪赶紧捞出来重新放回锅里 没想到杨倩对这道菜赞不绝口 此时课堂上的小好心神不宁 结果被音乐老师叫到了台上 杨杨南唱第一句 你唱后撒字 你明白吗 明白 九过三巡之后 杨倩突然凑近问了一句话 说完之后 杨倩便躺在了刘豪床上 假装睡着了 谁知老实巴叫的刘豪 根本没看出这么明显的暗示 只是给他默默扇起了扇子 杨倩气得直接穿鞋走人 另一边缺乏关注的小好 渐渐开始沉迷于网吧 刘豪被老师叫到了学校 面对老师的指责 刘豪只能低声下气陪着笑脸 几天之后 杨倩再次来到刘豪家中 向来自来自去的杨倩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 希望刘豪能把房子卖了 卖房的钱可以买个像样的商品房 两人一起开个裁缝铺 到时候再给刘豪买个像样的出租车 听到要卖房子 刘豪有些犹豫了 虽说小好不是自己亲生的 但毕竟这么多年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 若是卖了房子 孩子就变得无家可归了 见刘豪有些犹豫 杨倩干脆开启了猛烈攻势 常年单身的刘豪 意识有些招架不住 相亲对象主动拉上窗帘 随后麻利地开始脱衣服 谁知假发情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 见杨倩如此主动想要现身 刘豪就算是个云木脑袋 也不好再做怀不乱 谁知正准备脱衣服 一个电话不合时宜地打来 刘豪赶忙伙计活聊穿上衣服 就想杨倩赶去了医院 原来是陈宏要出院了 为他颠覆的那五千块钱 一直是刘豪的一块心病 陈宏将东平西凑借到的 两千块钱交给刘豪 还承诺剩下的钱一定会还 怕刘豪不放心 还特意写了个借条 刘豪嘴上说写借条太监外 身体却很诚实地将借条塞进了包里 出院之后 陈宏开始跟着表姐买菜赚钱 为了感谢刘豪为难时出手相救 她是常来送一些新鲜蔬菜 惹得其他三轮司机一阵心理不平衡 这天 杨倩再次找到了刘豪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 刘豪坦言不想卖房子 她担心再混之后 小豪变得无家可归 杨倩以为刘豪是想要吃白食 奇迹败坏开始上手抽她 吓得刘豪落荒而逃 一日 气不过的杨倩待着两个男人找上了门 把家里砸了个地朝天 还把刘豪打了一顿 恰好陈宏前来送蔬菜 她被吓得哭了起来 连忙哀求不要再打了 杨倩有些心软 随后便拉着两个大汉离开了 从那天之后 陈宏和刘豪的感情迅速升温 在这些日子的相处中 陈宏看出刘豪是个难得的好人 忍不住对她动了心 想要跟她一起过日子 看着温柔体贴貌美如花的陈宏 刘豪的心里 也难免泛起了真正波澜 正当两人眉目传青时 小豪不合适一闯了进来 刘豪有一次尴尬的解释 这是妹妹家的孩子 隔天 刘豪约陈宏一起出游 在和话之中 两人忍不住互相试探起来 彼此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陈宏开始有时没事就往刘豪家里跑 艳然像着女主人一样忙里忙外 然而她无意中得知 小豪原来是刘豪的儿子 她瞬间明白自己被骗了 刘豪便将自己的接盘侠遭遇讲给她听 听完之后 陈宏非但不怪罪刘豪 反而更加确信刘豪是个好人 就当两人已经发展到准备去拍婚纱照时 刘豪的前妻文兰却突然打来了电话 原来 文兰当初跟发迹的混混走了之后 莫过多久混混就入狱了 面对刘豪 文兰哭得梨花待遇 然而此是刘豪的心理 再也容不下其他女人 文兰哭到伤心处 一把扑进了刘豪的怀中 这一幕恰好被偷偷跟来的陈宏看见 刘豪急忙去追 谁知在路上竟不小心出了车祸 被送进医院后 是陈宏细心照料着刘豪 儿子小豪从学校急匆匆赶来 心疼得泪如雨下 然而他还是没能叫出那声爸爸 他发疯一般飞奔回家 看着相册里的照片 记录着和刘豪的点点滴滴 他终于忍不住哭着叫出了那声爸爸 兴许是好人有好报 在陈宏的细心照料下 刘豪顺利熬过了鬼门关 痊愈之后 他与陈宏不入了婚姻的殿堂 虽然没有吧台大叫 但昌龙般的三轮车队 场面也是极为壮观 三轮车上的陈宏 笑得一脸幸福 《星际吃不了热豆腐》上映于2005年 是由冯拱自导自演的一部文艺戏剧片 剧本改编自乎学文的小说《婚姻学位》 影片终于运结了众多老戏骨 冯拱老师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春晚上的一句我想思念了 总能博得观众们会心一笑 似乎老一辈艺术家们 身上总托着一股能打动观众的痴肠和热烈 那是一种对表演艺术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前程 他们总能将各个阶层小人物的酸甜酷辣 刻画得入目三分 让人共情的同时 却也认不住心里一门 溜好的人生 看上去却是活得有些憋屈 然而老实人不该变成一个变异词 而那些始终如意保持善良的人 也不该成为被嘲笑的对象